赵联军 就是赵真兰 他很快平复情绪 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微笑道 夫君 这是什么书 徐志远说 江西有个赵贼 窃聚江西 胡广 湘南 这书便是他印的 书中皆造反言论 发放出来引人从贼 赵真兰歇狂跳 既是反贼之书 夫君还拿回家里 窃勾者诛 窃国者诸侯 徐志远叹息 江南怕是要没了 嗨 我跟你说这些作甚 你也不懂国家大事 赵真兰问道 夫君打算从贼吗 小声点 徐志远压低声音 告诫道 莫要到处乱讲 这是杀头的事情 我都不敢拿出去 只敢躲到你房里翻阅 见徐志远坐下之后 翻开大同行继续读 似乎并不反感此书 甚至已有从贼的倾向 赵真兰犹豫再三 说道 夫君 怎的了 徐志远问 江西赵贼 是不是叫赵汉 赵真兰问 徐志远说 不晓得哪个名字是真的 之前传闻赵言 现在又说是赵汉 赵真兰说 妾身本名真兰 你怎么突然讲起这个 徐志远好笑道 赵真兰说 请夫君翻到非夜 读那两行字 大同从书 每一本的非夜都有画像 徐志远好奇翻回 嘀咕道 江西总兵赵汉 赵真兰 徐志远猛的抬头 不可置信的看着对方 赵真兰说道 妾身之胞弟 便叫赵汉 妾身本名赵真兰 你稍等 徐志远慌张跑出去 到了大哥的院子 拍着书房门大喊 兄长 有急事 徐福远开门而出 问道 怎的了 快跟我走 徐志远扯着大哥的袖子 徐福远一头雾水 跟着徐志远穿过院子 见到赵真兰只是点头致意 赵真兰行礼道 兄长万福 徐志远摊开非夜地给大哥 指着赵真兰说 联军本名真兰 他有个胞弟叫赵汉 徐福远瞠目结舌 一会儿看书本非夜 一会儿看向赵真兰 这什么鬼 徐福远良久回过神来 认认真真拱手作一 弟妹安好 兄长安好 赵真兰连忙回礼 徐福远问道 令地是何时失散的 赵真兰回答 崇真元年 荆姬大汉 父母带我们兄妹姐弟桃荒起时 至天津城外 我被卖了换粮 此后便再无家人音讯 弟妹请先歇息 我与武镜有要事相伤 徐福远拱手说 兄长请便 赵真兰主动回屋 院子李止胜兄弟二人 面面相去 都觉离奇 三弟 徐福远突然问 你院中有多少妾室 徐志远说 就两个 徐福远道 另一个赶紧打发走了 好 徐志远点头 徐福远警告道 赵汉若做了皇帝 这位便是长公主 记住 今后不要再招花引蝶 否则徐家怕要祸从天降 徐志远说 这我晓得 可可可 我总不能因此休妻吧 休妻之事 暂不要提 今后在意 徐福远说道 这位必须娶为良妾 赶紧去官府报备 父亲那离我来分说 还有 这进院子 多治奴仆 莫要书呆了 徐志远问 江西那边 要不要写信过去 你暂时不能走 跟这位弟妹多多加深感情 宋信联络江西 让二弟亲自去 对了 把吴念兄也带上 徐福远说道 徐志远又问 张西明那边 要不要告知 不必告知 此乃徐家私事 徐福远才不会跟外人说 这是徐家的一场大机缘 数日之后 赵真兰真正落急 做了有名分的良妾 害怕正妻闹腾 徐志远干脆搬走 跟赵真兰一起住进别业 云间三徐 大哥叫徐福远 三弟叫徐志远 老二叫 徐凤彩 妾生子 没资格排自备 徐凤彩是个艺术类文人 己设的张成便是他所平定 这思得知真相之后 立即前往杭州 去找正在宣传大同思想的徐颖 同行之人 还有族兄徐念祖 徐念祖是徐家的曾孙 少年老成 经常阅读唐报之后叹息 有人笑其迂腐 徐念祖说 避正日慎 民不聊生 不出二十年 你我皆不知死在哪里 满清入关 徐念祖捐资助军 为南明募集粮草 清兵打到松江 乡人皆逃 徐念祖说 我住在大明皇帝赐给祖宗的宅地 国恩在此 我得死在这里 遂散尽家财 募兵守城 清军攻破城门 徐念祖至久与家人厌饮 吃完饭 全家上吊自杀 家中奴仆也自杀 六岁孙女无法上吊 投井而死 传仓 徐念祖和尚大同级 叹息说 如等真欲从贼 徐凤彩说道 兄长认为这大明江山还有旧 十年前便没旧了 黄论今日 徐念祖表情痛苦 徐福远 徐凤彩 徐志远三兄弟 已经分出来 而徐念祖 住的却是徐阶的老宅 那是家境皇帝赐予的宅院 崇祖还没登基 徐念祖就每月看唐报 关心天下大事 可他屡事不地 报国没有门路 而且 他不想掺和党争 也懒得买官上任 眼见局势一天天变坏 徐念祖内心煎熬无比 他甚至已经报定决心殉国 整个徐家 徐念祖是对局势最明了的人 他把玩着酒杯 苦笑道 圣妻 于兄坚持读唐报 又从商谷那里探听江西消息 两年前 我便知赵汉必得天下 观其证实乃千古之英主 可我徐家真能从贼吗 兄长如何打算 徐凤彩问道 徐念祖说 待江西兵制 我配合他们分田 然后自尽于宅中 我这一只 仁丁丹薄 还望圣妻今后多多赵福 徐凤彩惊道 兄长怎有如此糊涂念头 你都说赵汉是英主 为何不尽心辅佐 反而还要自尽 徐念祖反问 住着大明皇帝遇赐的宅地 去做那新朝之臣吗 你搬出来住不就行了 徐凤彩郁闷道 此言尔道临也 徐念祖摇头说 徐凤彩念头一转 说道 兄长 你有办法报答君恩 你可去赵汉那里为官 只要官做得大了 就能劝赵汉善待大明皇室 徐念祖一正 猛然吞下杯中之酒 兄弟俩来到杭州 先联系到汪明然 终于见到徐颖本人 黄先生 快给我写封引件信 我要立即去江西极安 徐凤彩开门见山道 徐颖笑道 云间徐氏玉头江西呼 徐凤彩低声说 赵先生的包姐 此刻便在徐家 赵先生的包姐 徐颖惊喜莫名 赵汉给徐颖的任务有三 第一 建立情报网 第二 宣传大同思想 第三 寻找姐姐 徐凤彩说 赵先生之包姐 现为我三弟的妾室 良妾 良妾 三弟正妻乃大族之女 若是休妻 恐为相邻笑柄 不过三弟已经带着弟妹搬出去 单独住在别墅中 关照疼爱 并无苛待 我立即写信 派船送你过去 徐颖说道 打发走徐凤彩 徐念祖 徐颖也立即动身 前去徐家拜访赵真兰 徐氏兄弟乘坐商船 到了镇江再换船去江西 船上倒是不寂寞 还有三个名记 王威 林雪 柳如氏都在 汪明然和林雪互相喜欢不假 但他们都非常清楚 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林雪说要去江西 汪明然并不挽留 还赠送银两柱他一路顺风 来到镇江 有人接应他们 船主李凤来亲自款待 这货本是粮商 由于去年禁止粮食外运 他干脆做起了不匹生意 把江西产的粗棉纱 粗棉布运到淮阳出售 这是一个新兴产业 江西虽然以前也产棉布 但规模和质量都比不过江南 只能在周边省份贩卖 水利仿杀鸡鸡鸡改进之后 可以大量仿出粗棉纱 立即有好多商骨跟进 甚至被分了田的地主 由于家里存银不少 也纷纷投产建设水利仿杀鸡 没有冲击传统家庭作坊 反而还有所促进 江西产棉区的农村妇女 先是在家搓制棉条 论金卖给水利仿杀厂 又从水利仿杀厂买进粗棉纱 自己纺织成粗棉布 再卖给李凤来这样的商骨 但有个现象让人警惕 由于获利颇丰 许多农民改种棉花 这必然导致江西粮食产量下降 而且 若是有谁改进了织布机 恐怕还要出现纺织工厂 棉田数量将大量增加 赵汉正在跟官员们讨论 如何保证粮田规模 至少在粮食充裕之前 不能任由粮田变少 否则将大大持至统一天下的时间 李凤来在船舱摆下九席 众人前来落座 商船开启 互相寒暄问候 徐念祖首先问道 江西还在禁运粮食吗 至少得下收之后才能解禁 李凤来说 徐念祖道 唉 江西禁运 江南诸府饥荒更甚矣 过两年便好了 李凤来说道 徐念祖说 下收之后 照 总兵必定再次出兵 洞庭湖周边辅现 夏天应该能拿下 就看东边 他究竟是先下浙江 还是先下福建 按照正常路数 必然出兵浙江 等浙江巩固 在南北夹击苏松诸府 如此江南进入其手 可照总兵似乎不欲诉取江南 避免跟朝廷北方大军争斗 他今年夏天 恐怕会先打福建 王威面露惊讶 徐颖让他给毛元仪写信 显然就是要先打福建 没想到被这个徐家公子猜中了 徐念祖又说 拿下江南之后 赵总兵必取淮阳 如此尽得江淮天险 可攻可守 又可收江淮延场 拿下江淮 有两种选择 一可北伐山东 河南 二可西取云贵川 船舱里全是文艺范儿 只有徐念祖一个军事卦 其他人还只能坐着乖乖听讲 河南之后